已经好久没搭飞机出国 疫情延烧两年多 民众闷坏了 指挥中心透露好消息 国内确诊驻患者 首次必出院的手 新智上路以来 医疗量能压力减缓 看到成效 因此考虑6月松绑边境 这部分我们跟经济部 积极在研讨 那很快我们就要来宣布 其他的人里面 当然就会我刚才考虑的是 国内医疗量能的可承受性 来考虑在边境 怎么样来放宽 核实开放先卖关子 但强调经济先行 很快会公布 消息让全民半喜半忧 因为国内疫情仍在高原期 医界强调要快速给抗病毒药物 才能压制重症死亡率 但国内手上口服药 倍量够吗 如果染疫人数 有在500万人 再增加500万人 我们这样的口服药 的准备应该是够的 强调加上新采购合约 倍量绝对够 但医师仍呼吁 单日给药率至少要达到15% 因为根据统计 现在确诊者发病后 三天内死亡占了47% 医师认为是因为给药太慢 基本上三天内死亡是进来 时候大部分就已经是重症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要开始 也不适合再用口服的药物 昨天也有大概 以开药这样来看起来 大概有到达了14% 也约列跟这个标准也差不多 依建还是期盼给药率越高越好 毕竟国内疫情要降温 才能让边境解封 跟上国际脚步 环宇新闻 李温宇 林嘉倩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